从发烧友到创业者 无人机梦想让它不断跌倒 在爬起 从天上掉下来了 这一次损失 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来说 损失比较大 一个飞机差不多十几万 将近二十万的样子 作为学生来讲 当时大家就承受不起这个 一个约定一起圆梦 他们通宵打旦 把无人机送上来天 我们八个人凑齐了五万块钱 然后开启了我们的一个创业路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在国家统计局 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 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们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海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 已经相当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 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P0经济年度 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宇飞 近几年无人机产业迅猛发展 我国更是以硬件上的成本优势 和技术上的先发优势 一举成为了全球无人机市场的最大供应商 目前无人机的应用 也已经由原来的以发烧友和爱好者为主的娱乐功能 向着航拍搜救 甚至是物流等领域发展 预计未来的整个无人机市场的规模将会超过千亿元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来自四川成都和绵阳的 两个无人机创业团队的故事 2015年7月4号9点07分 新疆和田地区匹山县发生6.5级地震 为了及时了解镇区情况 空军第一次使用了无人机 赴镇区侦查灾情 这架无人机在镇区上空飞行100分钟 实时提供详细的灾情报告 实际上无人机有影像航拍 快递运输 灾后搜救 气象控制等多种功能 在国内外的人气正在急速上升 电压 然后它的GPS经纬度 包括这点 以后假设这个线塔是有问题的 我们是可以把现在这个GPS的坐标 然后直接记录下来 然后供以后的维修人员进行一个查证 和记录 现在的高度 比如说现在它会有个高度 现在显示的是高度是46米 然后离我们这儿大概有100米 这里都会实时显示的 他叫常勇 今年26岁 成都瑞德无人机公司的创始人 2011年公司成立 现在圈内已经相当有名气 常勇曾经是一名标准的航模发烧友 上大学的时候 就经常周末和几个小伙伴拿着自己设计的航模到郊区演练 不过那时他从没想过这个爱好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事业 无人机的创业完全是一次偶然 有一次我有个哥们他跟我说 他说我上次在看到那个咱们成都二环高架 然后有飞机在拍宣传片 我就对这个很感兴趣 我就说咱们在大学里玩的航模 那个就是航模 朋友无意中的聊天 一下子牢牢抓住了常勇的心 当时已经大学毕业当了工程师的他 内心深处仍然对航模有着深深的喜爱 他的航模梦想是不是有一天 也能变成一份自己喜爱的事业呢 他能够还能产生价值 能够去拍宣传片 有这么一个价值 我就觉得很诧异 甚至觉得就很兴奋 航模能当事业来做 这让航模爱好者常勇 激动兴奋不已 他觉得他追逐梦想的机会来了 于是他和朋友一起立即行动起来 挨个打听 直接上门找到用无人机航拍的这家公司 而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从踏进公司的那一刻起 他的人生从此改变 开始了他与无人机的不解之缘 然后到了这家公司 然后开始跟着这家公司 比如说出去航拍 因为我周一到周五就正常的上班 然后周六周日跟着他出去航拍 这样子出任务 常勇说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一个消防工程师岗位上干得不错 每月六七千元的收入 在成都当地生活的非常滋润 所以涉足无人机时 他并没有想到辞职 而是一边干着本职工作 一边业余时间 禁止做无人机航拍 然而就在他干得很开心的时候 锐度公司在一次航拍宣传片时 却遭遇重大事故 就是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这一次损失 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来说 就是说损失比较大 一个飞机差不多十几万 将近二十万的样子 作为学生来讲 当时就大家就承受不起这个 成为浩劫 然后公司这样散了 事故带来的经济损失太大 公司最终不得不散伙了 锐度公司的另一创始人杨润 至今都把这次失败 铭客在心 而且至今也不愿面对媒体 只是把这架失控坠落的无人机 摆放在公司行物的位置上 以此为鉴 就是说对咱们一个警醒 就是无论是飞机的安全 或者你创业 都要做好 要充分的心理准备 突如其来的事故 激化了正准备发展的公司 但热爱航模 喜爱无人机的机型仍然存在 于是创始人杨润 找到常用商量 想和他一起继续做无人机项目 希望东山再起 那我说成没问题 我说我说润哥 其实这个钱都不重要 我甚至提前都可以 我是觉得你现在的想法 和我的想法特别契合 我也不太愿意去当一个工作者 我也想就是说 看能不能做一个大事业出来 更比如说 就是说这个还是我们自己的爱好 就是这个飞机这个事业 2011年 常用和杨润联手 重新恢复瑞度创业团队 开始了他们的第二次创业 然而 现在的公司没有钱 没有设备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他们必须尽快找到一条 挣钱的出路 我们刚开始 其实是没有设备的 飞机摔了嘛 然后钱也没有 怎么办 但是之前这个瑞度这个牌子 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社会影响力 就是说还是有客户愿意找到我们 公司的品牌还有影响力 有客户 有市场 缺的是钱和设备 怎么找到一个赚钱的路子呢 但我们想的话 就是说看周边能不能找一些 比如说航母爱好者 先比如说他们感觉技术刻意的 先慢慢的先交给他们 给我们挣点钱 第一 我们的算是接的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大概会有四五万 这个办法说白了 就是充当中间商 转手买卖 从中赚点利润 不过依靠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 公司终于有了一点启动资金 再次步入正轨 而这个时候 全球乃至全国的无人机市场 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常永和创业团队清楚地意识到 直走老路 绝不是长远之计 公司要做大做强 就必须转型升级 如果一直做航拍 有可能会做不长 为什么你看作为常人来讲 你看着我们简简单单去费一天 一万多一万多两万的利润 这个谁看着的都嘴残呀 这个可能以后会有很多人去做这个东西 那么人一旦多了 这个肯定市场会被慢慢做烂 公司想要发展 就必须要拥有别人没有的技术 要做别人做不了的事 但是常永和他的团队该从哪里下手呢 带着这些问题 常永这天又来到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中心 向自己的企业指导导师请教 再一个呢我建议你啊 就建议你实际上 这个飞机用的这个电力系统 或者是这个部门可以做这么多的工事情 但是实际上它的功效还可以拿来做什么 你可以开发一款旅游产品 如果你这个飞机再配一个给配一个3D眼镜 那么它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层次的景色 在这个比方中我们的酒在沟额没塞就人去不了的地方 研发更多的和企业相关的无忍机系统 是导师给出的建议 其实常永在与客户的交流中 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个定制化的方向 就在前不久 有客户向他们提出 希望有个性化航拍 甚至在无忍机上挂上专门的设备 这给常永的团队非常大的启发 其实最主要的转型也是有一次 就是说有一个那个考古队 他给我们提的无忍机的要求 就市面上的无忍机是做不到的 比如说他们要挂自己的东西 挂自己的设备 他们也没法挂载 这个怎么办 怎么说相当于类似于定制 但是这个他们做不到就只有我们来了 常永和伙伴们商量后 决定按照客户的要求 对现有无忍机一些部件 进行重新设计 改进 这对于并不是无忍机专业毕业的常永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没有足够的加工场地 没有机器设备 更缺少专业的技术指导 种种困难白在面前 他们再次想到 向自己的母校 西南交通大学寻求帮助 我们找到交大 就是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学校 每天的下午六七点以后 我们来到那个加工中心 去补导这些设备 然后加工完了之后 就干一个通宵 早晨七八点 把我们加工好的东西拉回去 把它打理干净 然后老师继续他们上课 为了按时按制完成客户的要求 常永和他的伙伴们 白天精心设计 反复修改 晚上到西南交大教学车间 通宵加工 最后 当他们把重新设计 加工出来的无忍机 航拍挂载部件 拿到客户面前时 效果超出他们的想象 客户非常的喜欢 因为他的指标 完全就是说满足了客户的要求 就让我们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 还有很大的市场 因为没有人做 没有人做 那这个就是市场 通过这次高强度引发 常永团队的无忍机技术 已经达到国内新进水平 而他们的创业方向 也更加明确 现在他们最需要的是 找到更大的市场 于是常永再次找到 四川省大学生 创新创业活动中心 中心主任樊雪斌 也召集了擅长移动网络 自媒体等营销高手 一块出谋划策 原来我们的计划 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我现在只管找 二级经销商 我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实际上 你应该把我看作什么来 不应该把我看作 你二级经销商 你应该把我看作 你的直销的一个部门 或者一个渠道 我是帮你做这件事情 我们叫做 叫做你的互联网家 实际上我帮你把这个东西 做起来以后来 那么我们本人就盈利了 你在销售的这一块 思维是有局限的 你是为卖产品而卖产品 其实就错了 他说的这种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 就是我们在打造一个 你的玩这个东西的一个社群 你不单是 因为你卖了这个东西以后 那么后续比如说 你的搞一些活动 我的照片可以进行比赛 这些东西坏了 你总的要维修 这些生态圈 你要把它维护去 让这帮生态圈 玩你这个东西成为一种时尚 他想帮你做的是这个 成为一种时尚以后 你的销售就自然而然的 就产生了 通过反复的头脑风暴 不断的试错 常用的团队 陆续研发出了 系列高压电线巡查 森林火灾巡视 高海拔地区空中巡逻 城市交通管控 等不同领域的无人机产品 我们的无人机的话 它下面比如说 你可以挂载一些新型的设备 比如说热成像 普通的可以变焦的光学摄像头 比如它热成像 它看一下电的整个线路 如果哪里有发热点 或者哪里有断线 它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 从温度或者其他的方向指标上 能够反映出来 比你肉眼还更有效 就特别方便 就是说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2012年 长永团队参加了在中华台北 举办的全球智慧大赛 获得最佳商业奖 是大陆地区唯一获奖的参赛团队 你当时获奖的理由是吗 这个其实 其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当时我们是直接拿着 我们航拍拍的片子 而就是有无人机拍的直升机 所以拿这个去拍的片子 长永说 创业成功 只是迈出的第一步 还远没有止境 他们清楚地认识到 在全球无人机快速发展的今天 停止就等于落后 2015年7月23日 星期四 是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中心 每周一次的项目作诊活动 参与人员 主要有专家学者 企业资深人士和创业项目负责人等 长永带着锐度无人机项目 也在现场参与交流 那么现在就说 我们解决了车会和那个 那个无线电 那么还有其他的国家电网 或者还有很多这家国家企事业单位 这些部门 像我们现在这种公司 说实话很难进 长永说 这是他们公司目前的短板 也是急需突破的地方 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就是川大 就是导师的项目 它是可以通过一些 类似于叫低功力大的这样的设备 它可以在夜间 关注到这个森林里面 是有人还是有动物 还是有烟桃 还可以就是追踪追范 就是部队 他们 如果他都没有想法 对于你需求 第一 整合资源 第二 跟这个建议自己的营销团队 和理事和无线机 你公司的营销图室 所以我提的建议就是 就这种 除了技术和资源方面的建议 专家学者 主要从创新创业的思维方式 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意见 讲故事 是吧 造概念 这都很重要 但最关键点 一定要有帮大宝 因为刚才看了三个项目中间 你要知道一点 实际上就好像了 很多大宝 就是你的旗人 很简单一点 他是愿意第一句话来跟你谈的 作为一个年轻的企业和年轻的创业者 常有面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采访中呢 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 大学生创业最难的就是最初的两三年 因为资金缺乏 抗风险能力低 往往是遭遇了一次严重的打击 就会演习息鼓 名罗受兵了 常勇的团队则是成功的开启了他们无人机的第二次创业 当然除了常勇 还有更多的年轻人也在无人机市场上 跃跃欲试 寻找着创业的商机 广告之后 我们就一起来认识另外一个无人机的创业团队 从发烧友到创业者 无人机梦想让它不断跌倒 再爬起 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这一次损失 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来说 就是说损失比较大 一个飞机差不多十几万 将近二十万的样子 作为学生来讲 当时就大家就承受不起这个 一个约定一起圆梦 他们通宵打蛋 把无人机送上蓝天 我们八个人凑齐了五万块钱 然后开启了我们的一个创业路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欢迎回来 前面我们看到常勇和他的团队 在无人机市场上正在不断地打拼着 而在四川省绵阳市 同样也有一群追逐 无人机创业梦想的年轻人 这就是谢弗林和他的天宇航无人机团队 这个正在放飞无人机 进行测绘的小伙子 叫谢弗林 今年二十四岁 二零一三年 业于西南科技大学 谢弗林上大学时 就一直是航母的忠实粉丝 而说起他与无人机的故事 还要从二零一年踏上大二十说起 那个时候我们特别喜爱飞机 而我们当时了解到 有一个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 二零一一年的九月份 我们成功地把自己设计的飞机 并且制作出来 成功地飞上天了 参赛的喜悦 让谢弗林和小伙伴的航空梦想 变得更加浓烈 而且他们惊讶地发现 自己就读的大学里 还有一个和他们一样喜爱 航母的团队 也有着同样的梦想 我们大家都觉得 人生有几大幸福 有两个幸福就是 第一个是 人生就做自己最喜爱的事 第二个就是 做自己喜爱的事 还能养活自己 然后最后呢 我们还发现 学校有这样的一个科技员 让谢弗林至今 都觉得非常感激的是 读书的时候 学校给他们这些航母爱好者 提供免费场地 免费水电 毕业后 他们还可以继续按学生就餐标准 使用校园一卡通 享受吃饭 上图书馆 借设备 等公共配套服务 甚至在专业技术上 还有老师 给予具体的技术帮助 这对于一个初创企业来说 是一个巨大支持 我们在七年以前 就已经开始 开设就业创业的类的课程了 那么目前呢 整个的这个培养方案里面 创新创业的课程有30余门 再加上有200多个 创新创业的实训项目 从2009年开始 又做SYB的这样的一个培训 去年这个培训 已经达到了3000多人次 那么这几年下来 一共是159个项目 得到了立项 学校总体上投入的经费 是350余万元了 杰弗林告诉记者 还在学校的时候 他的航母团队和另外一个团队约定 毕业后一起做同样的事情 一起圆梦 就在2013年的11月 我们八个人凑齐了五万块钱 然后开启了我们的一个创业路 起名为天宇航 意思就是为航空梦想插上天宇 就这样 八个追逐航空梦的大学毕业生 合伙办起了制造销售无人机的公司 创业支出 一切都是新的 他们用省下的零花钱 买来模型飞机制作材料 从网上下载模型飞机制作图纸 请老师免费帮忙指导 常常通宵打蛋 废弃忘事 由于没有销售网和销售经验 最初他们只能用改装后的无人机 航拍一些人文风景 校园环境交通素材 简单编辑后 放在网上分享推广 希望获得关注 然后把它放在网上 然后同时学校的老师 也是觉得我们做的一个不错 也纷纷帮我们去转发 这个是逐步逐步让我们 做的这个东西 能够被人们所熟知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和兼职 谢芙林和他的小伙伴们 终于等来了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单 有一个公司 他们就找到我们 就是想要是让我们去合作 去拍一个部队的一个宣传片 在这里我们已经来到第一个单子 第一桶金在多少钱 第一桶金是在三万左右 第一桶金三万元不多 但对于这些刚出校园的大学生来说 这不仅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 也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份可以坚持下去的事业 五个月后谢芙林团队又结下了一单业务 正是这单业务 让谢芙林团队找到了更加明确的创业方向 他们又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 三百六十度的变焦的一个拍摄 而我们发现我们普通的这种不能满足了 我们就为他们去做了一个定制 应该是在二零四年的十一月份 我们为一个公安局他们定制了一套 我们这架飞机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说它的自主飞行的时候 它的抚养脚和横温脚都能控制在三度以内 然后这样的话拍出来的照片质量就非常的高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飞机压航线的性能 就是说当地图放到18级的时候 我们还能非常精准的按照预定的航线的这条限制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飞机转弯的时候 那个过程比一般的飞控都要小很多 我们都可以提前进行预转化 所以说这样飞出来后面的数据质量都非常高 成功研发出一套定制无忍机 大大提升了谢芙林团队的开发技术能力 受到启发后 谢芙林团队开始将无忍机业务 发展到测汇五六平方公里的小面积项目 还延伸到无忍机 红外线夜市巡查 甚至还尝试研发出无忍机送货 总餐饮外卖等业务领域 我们这个续航时间是一个小时 作业时间是45分钟左右 它的成本 它的成本的话 我们现在这一款的话 成本大概是市场目前能看到的价格的 市场价格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 谢芙林相信 无忍机是个巨大市场 而定制化服务将成为无忍机的新机会 谢芙林还有更多的年轻人 正在自己的创业路上努力前行 记者在十天的调查采访中 接触到了一群追逐梦想的年轻人 从他们的经历看 大学生创业除了自身的努力 还与当地创业活动中心 大学等单位提供的鼓励与知识分不开 目前我们全省是109所普通高校 有48所都创建了大学生创业俱乐部 还有47所正在建设中 有1340个毕业生 今年毕业的1300毕业生通过创业 通过来完成了就业的那些活动 到目前为止 我们通过沈中心 成功登陆到上海股权交易中心 资本市场挂牌的企业已经达到了16家 成功对接的和传统企业对接的项目 已经做到了40个 那么在过去的这个6个月的时间 我们已经服务了15000名 这个有意愿的创业大学生 总共总计服务了139个创业团队 不过尽管很多大学生都有创业想法 但实际遇到的困难也不少 很多存在不接地气的问题 专家们指出 创新创业无处不在 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定位 做一个好员工未必不是一种创业 这是创业不光是当老板 实际是这样吧 你去做一个好的员工 做一个好的辅助者 甚至在某个岗位上能做得很好 他也是一种创业 你这样来讲的话 在泡沫中也好 在这样大潮中也好 你才真的不能使方向 专门服务于科技发展的四川省科技厅 对四川大学生的创新创业 给予很大的希望 如何的更好的增强我们转型发展 内心增长 以及跨越发展的一种心动力 那么关键是科技创新 根本在以人才之称 四川的话 就是目前在校大学生 每年大约要毕业四十余万人 其中这个博士研究生两万余人 所思研究生是 博士研究生是 博士研究生是两千余人 那么所思研究生是两万余人 那么这次人才队伍应该说是他们早就蓬破 充满了活力 根据美国消费电子协会的预测 2015年全球民用无人机销量将会达到四十万架 销售额达到1.3亿美元 比去年增长55% 市场的空间巨大 当然这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创业者 随之而来呢 行业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 所以想要在无人机行业当中站稳脚跟 需要的不仅仅是爱好和坚持 更需要的是商业智慧 做好细分市场 努力去寻找人无我有的技术优势 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当中胜出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央视查经评论 敬请关注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